好直接又是拿下来一局来到了也到了自己的S局 哇不停的转 如果是卖卖的话一定会说别转了 现在是纳什队的插子巴洛克 我面前跳舞啊来回的转 哎呦这个缺乏 又是一个距离没把功好 他打得有点直啊 他照理说插子也是他的主 好了这个已经是宝贝了 控制不好这个头的那个位置 比赛有时候心态也是很重要的嘛 有时候比较急了 比赛的状态需要自己不断的调整 一急就我打这么多 一急你比赛你会直见 不用着急 现在纳什不急了 一直在放风筝 用中距离的力回再跟你摸 这个中角现在是已经也是 哎呦带不走 打不死吧能留一点血 要折一手 插子现在 对方在回血 对方在 胜龙脚断 我靠又是死在这个胜龙脚下 他既然想好我用头计下这个持续就一定要看 这下我就想好了前前那是一定会比闪的 应该选择一个 可以追脸是去追对吧 对的你头以后绝对 这就像我们那个更加坏的那个金教练 独以 迷散 前前对吧 两个前前 可以 直接两个前前打的你还要捅 那这个他要选择一个球稳的方式 其实刚刚流水稳 还是想着 我抓你头 你妈一比一下我 但是之后一个反应可能能够终上啊 还是就是平时这个没有做分析性的一个训练 就是差一定 没有没有防空 没有叉子的话 下中拳防空性能还是不错的 这个有点难 反应不过来还用 只能我跳你 你不能跳我 这一下优点又要大伤害了 要折一下 哎呦 这个位置没算好 折一下了 接下要 接下要折一下 看一下怎么折 下中拳 直接挖赛罗那 哇 这个对冲你啦 完了 这个绝对是做过对冲的 完了完了完了 非常好 真的漂亮 GK也是对冲下来漂亮 这个这个这个是绝对是做过针对性训练的 完了完了 可惜可惜 那么GK表现真的是非常好